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以18米纯电动BRT上线运营契机进一步创新征优 继续在专注研发上出精品 出人才 出效益 同时严把质量观在市场竞争中不断追求卓越 坚持用实践证明美丽中国绿色发展理念 与绿色同行 大度量大门户发车仪式现场 10辆BRT公交车 搭载银龙泰泰酸理电池 主侧的红色 车身长18米 工作人员介绍称 由于这台公交车载客量多 车内空间大 车门处设计宽敞 因此乘客上下车速度较快 车内人流疏散也较轻松 满足了乘客高峰时段的乘车需求 18米BRT比北京程序运行 那普通公交车要长出一半 空间更大 18米纯电动BRT内部更宽敞 众所周知 北京一路公交车运营线路贯穿长安街东西 全程27.1公里 途中更是经过天安门 人民大会堂 人民英雄纪念碑等景点 因此 该线路不仅肩负着首都市民的日常出行职责 更承载着旅客游览 观光的使命 而这就对车辆的尺寸和承载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据了解 目前在北京城区运行的公交车 一般为10米或12米 该车要长出一半 空间更大 满载可达160至200人 车内采用了专用的地板前后桥 车内通道更宽 大大方便了乘客上车 尤其为老人 富佑等上车提供的方便 为尽量照顾残疾乘客 车辆还设有无障碍踏板和空间 银龙泰大担当本次投运的18米纯电动BRT 因其运营线路穿越长安街东西 被誉为北京公交的门面线路 因此 不仅要在车辆的外观及功能设计 尚与首都行响相匹配 车辆的基础性能更要符合大众出行 以及公交运营的高效绿色需求 18米BRT公交车更加先进 更具人性化 安全性能也得到提升 从搭载的核心电池来看 银龙新能源将世界领先的银龙泰电池 技术 与自主创新的电机电控技术完美结合 实现6分钟快充放 耐宽温 零下50摄氏度 至零上60摄氏度 30年循环使用寿命 不起火不爆炸 高安全性 高效率运营的特点 可满足公交企业对于新能源客车在经运营的成本 性能 安全 效率等多方面的严苛要求 在安全性上此次更新的18米BRT公交车 也更加先进 更具人性化 安全性能也得到提升 在BRT公交车后台 将配备智能化的车辆调度和信息服务中心 视频监控系统覆盖所有站台 正式运营后 市民乘舵公交出行的安全性 舒适性 快捷性 准时性将均有较大程度的提高 而18米纯电动BRT基于高安全 6分钟快充 逆环温 长寿命和高效率五大显著优势 大大缓解了公交车停车土地资源紧缺难题 由于太酸离可快速充放电 在公交车上应用可实现随用随充 可利用公交车达到终点站司机休息的时间 10到20分钟对电池进行快速补电 省去其他材料体系的纯电动公交一晚集中充电 所需的场地建设和人员配置 更节省费用和资源 在排车方面 会比传统公交车数量一一比一的比例 就可实现高效率运营 不需要额外增加公交车数量 显著降低新能源车辆使用成本可见 随着新能源车辆 在北京一路的市运营 这条被广大群众所熟知的公交线路将展现出新的气息与面貌 用绿色 环保 舒适 安全的理念 给人们最佳的出行体验 编辑 建树